马上要过年了 竟然还有人做红烧排骨第一步就选择焯水 做出来了排骨发柴发硬还塞牙 正确的做法是 排骨剁好之后 加盐和料酒反复的抓一下 然后用清水清洗两次 把它清洗干净 这种方法呢 可以有效的去除排骨里的血水和杂质 同时还能保证排骨的口感 锅中有热 一定要把排骨烘满水分再下锅 加姜片一个八角 开大火煸炒 一直炒干水分 炒出牛肉的香味 切记 千万不要炒得太干 表皮微防即可 这是保证排骨吃起来鲜嫩的关键 沿着锅边放一勺料酒 重点来了 只需放一袋红烧料 就能解决调味和上色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不会炒糖色 炒出来的糖色容易发苦 然后再加入开水 锁住排骨的营养 开小火慢炖51分钟 排骨炖烂之后 加上青红椒 蒜苗 就可以出锅啦 红烧排骨这样做 软烂入味 口感滑嫩不塞牙 你要是还没消费呢 我就拿着排骨 去你家教你怎么做 我告诉你啊 以后芹菜买回来 不要总是炒着吃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特别的爽口 树上长的芹菜 给它切成段 锅中水开 加入一勺盐 一勺食用油 这是芹菜脆绿不变色的关键 下入芹菜 胡萝卜 木耳 煮熟捞出 过一下凉水 控干水分 放入盘中 加蒜末 干辣椒 一勺热油 激发出香味 然后加盐 鸡精 白糖 一勺松抽 一勺香醋 最后用我性感的小手 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清脆爽口又简腻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芹菜买回来 不要总是炒着吃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特别的爽口 树上长的芹菜 给它切成段 锅中水开 加入一勺盐 一勺食用油 这是芹菜脆绿不变色的关键 下入芹菜 胡萝卜 木耳 煮熟捞出 过一下凉水 控干水分 放入盘中 加蒜末 干辣椒 一勺热油 激发出香味 然后加盐 鸡精 白糖 一勺松抽 一勺香醋 最后用我性感的小手 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清脆爽口又简腻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试做吧 真的可以拉丝 来看看我闺蜜 又在做什么好吃的了 芝士菊玉米 就我们上次在西餐厅吃的那个 合着你上餐厅 偷人家菜谱去了 这叫芊姐 你等着吧 挺简单的 玉米里面倒点牛奶 再撒点白糖 够了够了 别太甜了 搅拌均匀之后 再来点芝士 我买的这个 一包才一颗白菜钱 挺划算的呀 这个多撒点 最后空气砸锅 160度15分钟 好啊 哇 还真的成功了 试一下看能不能 哇 真的可以拉丝 这个真的好好吃 芝士味好浓郁 好满足 关键这么做 成本不到10块钱 上次西餐厅 这个得45呢 刷到一个用平底锅 做披萨的视频 马上堂起来做一下 对 平底锅刷上油之后 把香草片给它铺上去 三个鸡蛋搅散了之后 把它倒到锅里 然后散这个芝士碎 我买的这个一包 白菜才各位说 好漂亮的 对 还多撒点 有条件的还可以撒点黑芝麻 盖上盖子 全程都是中小火 好了 哇 好香啊 第一次吃这种芝士披萨 味道有点说不上来 就是那种鸡蛋混合的芝士香蕉的味 感觉好神奇啊 上次我们没有留言再试一试吧 好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炒辣椒炒肉 你就像我那样做 做法非常简单 你只要记住两点 就能轻轻松松 做出饭店大厨的味道 首先把五花肉切成薄薄的厚片 螺丝胶切成滚刀块 锅刷空气 倒入辣椒 翻炒两下 加点盐巴入个底味 边炒边压 一直炒到辣椒本面起虎皮状 然后空锅倒入五花肉 硬小火边炒出油脂 炒至八面金黄 倒入姜蒜 18粒豆骨 继续翻炒出香味 加生抽 老抽 蚝油 料酒 盐鸡精 白糖 给它翻炒均匀 再倒入炒好的辣椒 最后淋上锅边醋 大火翻炒一分钟 就可以出锅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炒辣椒炒肉 你就像我那样做 做法非常简单 你只要记住两点 就能轻轻松松 做出饭店大厨的味道 首先把五花肉切成薄薄的厚片 螺丝胶切成滚刀块 锅烧空气 倒入辣椒 翻炒两下 加点盐巴入个底味 边炒边压 一直炒到辣椒本面起虎皮状 然后空锅倒入五花肉 硬小火煸炒出油脂 炒至八面金黄 倒入姜蒜 18粒豆骨 继续翻炒出香味 加生抽 老抽 蚝油 料酒 盐鸡精 白糖 给它翻炒均匀 再倒入炒好的辣椒 最后淋上锅边醋 大火翻炒一分钟 就可以出锅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试作吧 在网上刷到一个 别人用香菜做蛋挞的视频 今天我们也试一下 也不知道能不能成 我们先把洗好的香菜 放进炸汁机 给它打成汁 过滤一下 加两勺盐 再倒点它套餐里面 配的这个蛋挞液 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倒进这个蛋挞皮里面 我买的是这种半成品的 最方便 这颜色好治愈 绿油油的 最后放进空气炸锅 180度炸10分钟 好啊 哇 这也太香了 还挺好吃的 这个外酥里嫩的 嗯 好吃 满嘴都是香菜的清香 嗯 爱吃香菜的 一定要试试啊 真的绝了 家里有空气炸锅的 一定要做这个香菜蛋挞 外酥里嫩的 保证全家都爱吃 对 我们先把洗好的香菜 放进这个炸汁机 给它打醇汁 过滤一下 加两勺盐 再倒点套餐里面 配的蛋挞液搅拌均匀 然后倒进蛋挞皮里面 我买的是这种半成品的 最方便 哇 这个绿色好治愈啊 是吧 绿油油的 最后空气炸锅 180度炸10分钟 好啦 哇 好香啊 这个真的好绝啊 这个真的好绝啊 吃完满嘴都是香菜的清香 嗯 好绝啊 爱吃香菜的一定要试试啊 哎 你干嘛 不是说做蛋挞吗 蛋挞不能这样做 要先在碗里打两个鸡蛋 倒一盒旺仔牛奶 加两勺糖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过筛一下 这样做出来的蛋挞才没有气泡 再把调好的蛋挞液 倒进蛋挞皮里面 我买的是这种半成品的哈 这个就很方便啊 那可不 最后空气炸锅180度炸10分钟 好啦 哇 还真成了耶 哇 这蛋挞皮超酥 里面就跟布丁一样 也不看看是谁做的 倒一盒酸奶 要这种嘎嘎丑的 往里打俩鸡蛋 加点蛋糕 玉拌粉 这个不需要打发 筷子扒了一下就行 放点好看的小水果 放进空气炸锅 180度 烤它个20分钟 炒了 酸奶蛋糕做好了 贼拉香 简单到用脚就能做 来试试看 我告诉你啊 以后圆白菜买回来 别等炒着吃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特别的酸辣爽口 准备树上摘的圆白菜 先给它切成这样粗粗的细丝 水开下入锅中 加一勺盐 一勺油 这才是白菜脆利的关键 煮个30秒 捞出过冷水 挤干水分 放入碗里 加入蒜末 葱段 干辣椒 硬热油 激发出香味 然后加入盐鸡精 白糖 生抽 陈醋 花椒油 最后用我性感的小手 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酸辣爽口还解腻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还有几天就过年了 做大家你不要总是白酌 太凉了 跟我这样做 外酥里嫩 比小酥肉还好吃 新鲜的大家去壳 放葱姜 料酒 盐 花椒粉 右手抓拌腌制15分钟 空碗中打入一个我刚刚加的蛋 倒入一包小酥油蒸硬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加适量的水 搅拌均匀 调成酸奶状 再加一勺食用油搅拌均匀 全部倒在虾子上 再次搅拌均匀 让虾子每一块都均匀地裹上面糊 六重油温下锅炸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就做菜 要是学会了 能不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炸至金黄酥脆 外酥里嫩即可 这样做的大虾一口一个 全家人都爱吃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还有几天就过年了 做大虾你不要总是白酌 太凉了 跟我这样做 外酥里嫩 比小酥肉还好吃 新鲜的大虾去壳 放葱姜 料酒 盐 花椒粉 右手抓拌腌制15分钟 空碗中打入一个 我刚刚加的蛋 倒入一包小酥蒸硬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加适量的水 搅拌均匀 调成酸奶状 再加一勺食用油搅拌均匀 全部倒在虾子上 再次搅拌均匀 让虾子每一块都均匀地裹上面糊 六重油温下锅炸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就做菜 要是学会了 能不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炸至金黄酥脆 外酥里嫩即可 这样做的大虾一口一个 全家人都快吃 赶紧给家人坐下来吧 我告诉你啊 肥牛不要总是涮火锅了 试试这样办 味道真是绝了 下酒又下饭 水开下入肥牛 烫变色捞出 加入青红胶圈 蒜末 白芝麻 浇上热油 两勺生抽 一勺陈醋 盐鸡精白糖 再来点香菜 最后加入熬制好的油泡辣子 用你性感的小手抓拌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肥牛 既简单又好吃 您学费了吗 明言不说暗话 喜欢学费的朋友 给我个免费的小星星吧 谢谢啦